拍小歌是传统兰语社会 男女联谊时唱的歌 已婚 未婚或有小孩的人 都可以参加 早期结婚 谈恋爱是非常的自由 有些人也会被指负为婚 开始唱拍手歌了以后 就会一直唱到天亮 唱完就跟着回家 昨日再次听到拍手歌 也回想起儿时的情境 真的非常感动 在现场听跟小时候 马上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 陪在外婆外公的旁边 然后从晚上一直唱到凌晨 到四五点才结束 那种感觉就大家都很凝聚 那种感觉很温馨 南安文教基金会 举办南语音乐祭 除了邀请台湾原住民主音乐团体 做一场传统音乐文化交流 跟阿牌在地齐老现场演唱 失喘已久的拍手歌 在南语的娱乐歌谣文化中 拍手歌属于情歌类音乐 歌词抒情但不会有男女 情爱的口语 因此轻重老年人 都可以献唱自己应有的情歌 也谢谢我们下班列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道